有没有看过 因为这女人来了 身穿蓝绿色上衣的男子提着一大包东西 手上高举着一块路牌 上头写着木炸路一段89项 一旁朋友扛着一台大电视 两人在大马路上有说有笑搬东西 只是令人疑惑的是 这块路牌到底从哪来 影片一出引起热论 因为这路牌做得跟真的几乎一模一样 究竟是真是假 是从路边偷偷拔来的吗 还是只是在二组剧 我们实际回到现场 是可以看到这个路牌是依然还在原处 而且是几乎没有被拆除过的痕迹 我们实际比比跟民众手中拿的路牌 几乎是非常相似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派员前来确认 该路牌并没有遗失或更换记录 远警也调阅周遭监视器 同样没有发现影片中的民众 那么这样影片中的路牌究竟从何而来 是拍片吧 有可能是拍片 的道具之类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那是假的 观感不太好 应该是假的 以长宇来讲 他不可能拿得到这个东西 拍作业吧 拍报告 很像他们的道具 如果有民众失智 划设红航线 或涂销红航线 或者是失智的遗嘱 我们的标志排面 那可以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八十二条 进行一千二到两千四的罚法 是不是拍片的道具还是个问号 毕竟路牌还在原处 但如果真的偷拔路牌 肯定会触犯道交条例 会吃上最高两千四百元的罚单 民众可别觉得好玩 还自己喝饱是血 民事新闻五位 陈山翰台北报道